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缘分 应该把它视为都是启发我们的决心 我们人学佛不要怕事情 我们不怕事,我们也不早事 但是事情来了 我们要有智慧的勇敢的去面对它 因为在面对人生烦恼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经验和很多的智慧产生 为什么佛陀经常讲烦恼积菩提 这就是道理 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缘分 我们人是凭着这些缘分而撑着活在这个人间的 如果家庭的缘没有了 我们还有工作的缘分 如果工作的缘分没有了 我们还有朋友的缘分 所有的缘分都要把它变成善缘 不要把它变成恶缘 因为恶缘会伤到我们的 台长跟你们经常讲 不该你碰的 你不要去碰 不该你看的 你就不要去看 不该听的 不要听 不该做的 坚决不要做 一切随缘 烦恼就是你去看了 听了 去想了 才会做了 你不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像我们孔老夫子讲的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一样 希望我们学博人 好好地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好好地学博念经 你不受外界的五欲六成所染 你才会得到清静心 平安心和慈悲心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靠的不是别人 要靠的是自己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依赖性 去靠别人 最后连自己也失去了机会 有一个男人 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 他失去了一个手臂 他很怕见人 他更怕别人的同情 让他的自尊心无法承受 有一次 他在肩上碰到了一位朋友 他慌忙地躲进一个小胡同 慌张中 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并踩伤了小女孩的脚 踩到很重 以致这个女孩子的鞋子 都陷进去一块 他连忙说 对不起 那个小妹妹 你脚受伤了吗 小女孩说 没关系 我没有感觉痛 男人很奇怪地说 我踩得你这么重 你为什么不痛呢 女孩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非常沉稳地 拉起了裤管 指着腿说 我这是一条假腿 怎么会痛呢 女孩子继续说 我虽然少了一条腿 但我还活着 这就是我不幸中的万幸 我们要笑着 面对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天 我要把我的腿 给每一个人看 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不行 而是让他们知道 你们有多么的幸运 女孩子的话 非常有哲理 让这个男士 非常的吃惊 他羞愧地想了一下 突然觉得 失去手臂 没有比别人矮小 鼓起勇气 阳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他一直在往前走 一个人 虽然可以肉体受伤 但是精神不能受伤 一个学博人 可以在困难当中 学会坚强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无常就是给我们的希望 当你饱受了无常的痛苦之后 我们才会更加珍惜人生 更懂得境界的提升 简单地讲 一个人只有吃苦了 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摆脱痛苦啊 我们人生唯一的财富 就是你们的身体和你的会命啊 不珍惜人间的这个唯一的财富 你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你的会命啊 要记住 会命也好 身体也好 是自己生存的唯一财富 如果你伤害了身体 和伤害了自己的感情 和伤害了自己的心灵 你接着就是在伤害自己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博 真正的开悟 理解人生啊